这个147它是指排名赛里面在电视转播的比赛里面打出147 那么所谓的有电视转播的比赛呢 以前有些比赛是A台就是一号台有转播 二号台没有转播 那么二号台如果打出147就不算了 但是现在其实所有的比赛都是有转播的 那只不过大家选择的球台不同的转播机构 对 那你说如果就像我们那个时候一样 三四号台在上海大师赛的时候 三四号台上挂了一台摄像机 那这算不算有电视转播呢 当然应该算了 可是你说它是电视转播吗 它其实是一个互动电视的转播 那么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电视转播 看怎么界定了 其实其实我觉得这不太重要 这并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它确实打了一个要求 它有六成机会要炸球 看来还不止六成 以后再多说一遍 六成功 六成功 嗯嗯 那裡,這條沒有走好 這樣 谢谢你 这儿 黑球上方 他在这个球是有下球 我觉得还是算了 还是不要考虑这个球了 叫过头来打右侧这颗 对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的 而Kellin呢很有意思 他和Tramp都是这个左撇子 但是右手 打架杆器的时候是右手出竿 这也算是可以左右开弓了 但事实上他的右手打得也还行 有几杆啊 有的时候也会用右手来打 所以这个左右互博俱乐部当中呢 他也是一员 这个Kiss呢就来得有问题 其实Kiss的位置并不好 虽然还是给出 给到自己一个机会 但是把下面两颗球呢 并没有Kiss开 那我们有的时候说球的级别 你的级别在哪里 这种球呢就是级别球 一看啊 你在哪个道法 功力还没有 我们这个武侠小说当中叫 进入画镜 有些球 像皮特培顿刚才那杆掉球 那就是画镜 所以他的Kiss球的稳定度就差很多 所以在一个好局面前 你说这个局算不算好局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好局 但是在好局面前 你真的拿下的几率有多大 这个球把自己又打到了很尴尬的位置上 这种球 在比赛里面出现的多 那么这个球员的级别就不会很高 拼一杆准 对 他可以救的回来 他可以救的回来 可以用准备救 那这个球是可以 如果这颗球也没有呢 那就救不回来了 都没得救了 给我的理解 这什么叫做高手呢 有力道大了 就是局面你觉得还可以 他打得行晕流水很舒服 对 我觉得这是高手 对 难度就是一个很难的台面 他也打得行晕流水 那这个就是高手中的高手 绝世高手 如果一个很难的台面 他打得还是很好 并且拥有个七八分钟 那就是狂人 对 那你想 这一杆又没救回来 又是走位失误 没救回来 那其实你说 救的回来也许你赢了一局 别人都说是很厉害 说这个人很厉害 呼呼有打得呼呼有生气 那通常情况下 如果出这种错的话 John Higgins就救不回来 但是你会发现 John Higgins有多少次 会让自己进入到这种境地 而有多少次 Mark Allen或者Trump 让自己进入到这种境地 那于是有很多的年轻朋友说 Andre比他们差远了 我就说如果单个球处理上 也许是差远了 但是如果遇到大家来争夺这一局的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世锦赛 如果Hendry也进入了决赛 而Mark Allen也进入了决赛 两个人打到17比17 下一局是Hendry开球 那Mark Allen就没有赢面 我就觉得说他就根本就没有赢面 当然我这个话说的绝对 说的比较绝对 我就想表达这个意思 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就Hendry可能脑子里有 有十几种办法 可以让你崩溃 而他很可能会去选最最合适 当时的一种 那Mark Allen可能就只有一种办法 让Hendry崩溃 就是我把他打完 但其实台球比赛 在单杆青台这件事以外 还有很多的可以给对手制造压力的方法 因为毕竟你要打147 你需要打36杆 又准又稳的球 这你说到了一个球手的气质 他这个度的问题 你看他想表演的时候 当然这一干是过头 这一干是过头 这一干是完全没有必要来走黑球 他可以走这个五分 但现在是在他状态很差的时候 所以他想怎么打都OK 世锦赛的时候 我看到过很多次 Peter Fden这种吓人的球 比如说像这种球 我不算很吓人 因为这只是一颗拼球而已 但是我看到过好几次 Peter Fden那种很可怕的走位 就像那种刀拉杆 然后待反赛刹车 突然之间走到位 全场掌声了一动 这是他和Hendry在打球的时候 所表现出来的 你想跟Hendry打球 本身你有多少压力 压力 他不得了 这个你说到这个 就是说世纪在这个 这颗球 这颗球是没有的 这颗球是没有进球的 但是呢 Peter Fden用了一个clock去打 他很靠近台边 他用了一个先撞台边 然后勾这颗球 然后来走黑球 我也看过比赛里面 他打进过这种球 就是为什么 阿联酋 请他去做教练 不是说随便 想不成人 不是说随便想不成人 啊 他就知道 我一个人 都不得了 那我一个人 会否有什么